走过洋场小径 体验的民众惊喜连连 这个绿色的菜园别有洞天 天然的树林包围没有污染来源 地上的菜洗种着各式各样的蔬菜 一时间不常看见食物原貌的民众 还很难叫得出菜的名称 农场主人杨森山为大家做了解说 今年就是准备这个一百坪的温室 以后怕鱼的全部进去 不怕鱼的全部在这里 种有机菜除了不喷洒农药 还要因应环境的自然生成 像是在菜洗上种的菜 要能够生态循环 在水镇旁的水耕菜 则是让它自在的蔓延 在农场拔起菜的这一刻 大家既感动又开心 现在农药使用太过 而且台湾是世界上农药王国之一 所以很恐怖 所以我觉得有机的观念 一定要去传播的 那你今天把自己的行脚 踩在农民的土地上 会不会觉得台湾还可以做这件事情 很有希望 很有希望 只要大家愿意做的话 我觉得从我们小老百姓开始做起来带动政府 因为政府要让他们做很麻的样子 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比较快 无赌其实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很多都是农药 化肥 所以我在去年退休之后 我就跟我先生在我家的屋顶 因为我是有半楼是空的 然后二楼有一个车库上面也是空地 然后我就在上面 然后用盆子就这样种种种种种 但是因为不大会种 所以但是今年也有很多收成 就是小黄瓜也收成了很多 然后还有丝瓜 秋葵什么这样 但是觉得很不错 因为外面买的菜我们都很怕 也很担心说有农药 然后又怕喜不开心 所以我们现在去餐厅 连生菜我们也都不敢吃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能够推广这个是最好 食农自己来 有机最健康 哇 好棒 大家都是优秀的食农 那来我们现在继续呢 大家看喜欢吃什么蔬菜 拔了菜还可以就进来洗菜 阳森山的农场 位在宜兰元山乡的泳泉区 这里一年四季都有充沛的水源 用泳泉洗菜也是一大乐事 更不必担心浪费水资源 洗好的菜就是当日最新鲜现彩的食物 用餐时间一到 自己烫自己拔的菜来吃 这感动的喜悦 这放心的口感 就是因为明白从土地到餐桌 全都自己来的安心